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后来 萧和有献祭除掉了韩信 汉高祖对他更加的严宠 赏赐 更是远超其他大臣 另外 萧和围观清廉 体恤百姓与同僚之间的关系也相当融洽 堪称千古名相 有一天 汉高祖派了一名都尉帅五百名兵士做下国的护卫 满朝文武前来道贺 萧和也非常高兴 并在府中摆酒席招待众同僚 因为酒喝得太多 萧和起身去上厕所 却被他的一个门客拦住了 并且对他说 如此下去 向国命不久已 将会成为第二个韩信 本来半醒半醉的萧和 轻论门客的话 立马就被吓得相当清醒 并且虚心向门客请教缘由 展开全文 门客回答道 宁观至丞相 已经是百官之首 陛下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赏赐 给你的了 而且 前一段时间陛下出征之时 屡次派人探望您 您真的认为是纯粹的关系吗 另外 您一直深受百姓爱戴 这对于开机心很重的陛下来说 这简直就是一种莫名的威胁 你赶紧干一些坏事 比如剥削百姓 这样就可以避免凄惨的下场 萧和听同了门客的意见 果断派人用低价强行购买民间的土地 房屋 这与墙墙没有分别 经过这些事情后 刘邦对萧和的猜忌就打消了 认为他是个贪图钱财之人 对自己构不成威胁 正是因为如此 萧和得以善终 结局也相当圆满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